另一位分享者,他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這個有為的年輕人Lawrence 那我們來聽他的分享 好 好,感恩導師,感恩天氣宇宙,感恩太陽公公 和在線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Lawrence 非常感謝今天Vivian姐的邀約,讓我有機會來分享自己關於學習超馬的一些新的收穫 Lawrence其實在2019年的年頭,因為一位舊同事的熱情邀約之下 就去到了超馬線下的一個讀書會 那當時其實根本沒有聽過這個超馬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 是什麼樣的一本書等等 而且心中是帶著有先入為主的態度去看待超馬的 所以戒備心是很高的 因為覺得這些所謂的讀書會 到最後其實可能都是要賣產品的一個團體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但是呢,在我參加了這個線下的讀書會過後 聽到了許多學員的真誠分享後 那內心是有被觸動到的,非常感動 而且記得當時候每次的讀書會結束後 也沒有如預期般會受到主持人或是一些學員的推銷任何這些產品或課程 大家都只是非常有禮貌的收拾場地 而且親切的面帶笑容跟我們打招呼這樣子 那感受到是非常棒的一個感覺 那隨著幾次的參與讀書會 內心也慢慢的被各個學員難以置信的這一些轉變故事感動到 接著在主持人的鼓勵下呢 我也開始嘗試把書讀完並練習做書中的心法 那記得在練習了大概是一兩個月過後 那Lawrence首先發現一開始最明顯的改變就是 那自己呢,不會有那麼多的情緒波折 不會有那麼多情緒的這個 怎麼說啊 不穩定和身心靈不聚合的這個現象了 因為我在學習抄馬後才發現 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一位身心靈不聚合的人啊 因為我經常會在人前表現得可能非常的客氣 但心裡卻常常會抱怨別人 或是因為對別人有不好的印象呢 所以看人總是先入為主這樣子 後來我發現練習心法呢 幫助到我可以在情緒變化前 就可以很清楚的去查到自己的當下的起心動念 並且能夠停下來問問自己為什麼會傷心 為什麼此時此刻會生氣啊 妒忌等等 因為以前經常會因為某一些人的某一個動作 又或者是某一些話就生氣 產生自卑感和傷心等等 那Lawrence一直以來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樣子 那後來呢 再讀了導師的很多的書籍 以及上了2019年的導師的大型活動課程過後 那Lawrence才了解到其實自己的這些種種問題啊 其實都來自於自己自以為已經脫離關係的這個原生家庭 其實這些種種的問題都源自於自己的原生家庭 那之所以會那麼容易對一些小事有各種的情緒喜福呢 也是因為自己的潛意識 靈魂記憶體已經受過去的經歷深深的影響了 就如社會上千千萬萬的人一樣 那Lawrence也是生長在一個破碎家庭裡面的 那我的人生當中只有大概五分之一的時間 是跟自己的父母相處的 那其他的時間呢 其實都是在記住在其他親戚的家中度過的 因為小時候父母就借了大Lawrence 這個我們講說的這個Moneylander 這個巨額貸款後就不見蹤影了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轉變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而後的日子呢 也沒有人來教導Lawrence 需要尊重長輩啊 要有禮貌啊等等 再加上啊 記住在這些親戚的家裡面 其實這些親戚自己也是有自己的孩子 不想要負起這個無辜的責任 所以對Lawrence呢 大部分的時間也只有冷漠的對待 自己從來都沒有感受過別人的關心 真正的愛護這一些等等 那段時間是其實真的很痛苦 也有想過要自殺的念頭 但是因為很怕痛 所以真的是不敢去做 那社會上我想其實有很多的人 就像Lawrence這樣 外表看起來其實和正常人沒有區別 有手有腳可以工作 看外表看似OK 但其實她的內心已經深深的受傷了 而這個傷痛 如果我們沒有去意識到它的存在 我想衝擊一生 它將會成為我們的命運 通過我們對待孩子 妻子 或者是身邊的人 來彌補我們前一世當中的這個傷害 那Lawrence呢 其實因為是做這個銷售行業的 那之前也上過非常多激勵課程 激勵類的這個課程 那這些所謂的課程裡面的這個老師 其實都有教導 其實每一個人和自己的父母的關係 如果相處不好的話 很可能會引發其他方面的問題 但是我都是足而進幼兒處 因為我覺得 要我去修復和自己父母的關係 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自己的母親其實已經有這個 情微的精神恍惚了 並且非常的固執 也沒有什麼朋友 生活呢 幾乎是以社會脱節 不可能溝通得到 但是在上的導師課程後呢 我卻很自然的 在沒有任何強迫下 沒有任何的這個不自在的感覺 沒有任何的抵觸的感覺之下 我就去嘗試 我竟然能夠去嘗試 跟自己已經近乎十年沒有再聯繫的母親 去修復這個關係 去找回她 我當時其實真的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可以做得到這一件事情 那直到隨著學習抄馬的深入 慢慢的我才明白 是因為自身的能量廠 在上了課程後有所提升 我內心的深處呢 也不再匱乏空虚 像以前那樣了 並且是有了愛的 因為我不管是 我想在人世間 不管是能量廠 愛又或者是金錢 或是世上的任何一樣東西都好 當我們自己沒有那樣東西的話 我們是給不了別人的 那過去呢 在Lawrence的內心一直是匱乏的 我沒有辦法去愛自己的母親 更不要說去感恩她 這些點點滴滴 因為在我的心中 我一直都覺得她是虧欠於我的 我覺得她根本沒有資格做我的母親 也沒有盡到一個父母的責任 但是學習了抄馬後 我才真正的了解到 其實事事都應該感恩 因為沒有任何的事情是 理所當然的發生的 就像佛家所說的 這一句名言 就是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世 想要知道你這個 前世的這些因緣的話 你看一看你今生 如何受到別人的對待 就能夠看到其實你前世的這些因果關係了 那我們不會去恨一個不認識的人 我們通常只會去恨一個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內心總是對她是有求的 當我們求不到的話 恨就來了 我付出的這個愛 我所有的付出 為這個人付出的一切都是有所求的 求不到恨就來 恨就在這個心中就產生出來了 都是因為一切的一切啊 這些都是因為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落實 真正落實對的感恩 不懂得真正感恩對方 如果真的是能夠感恩別人的話 那我們又何來恨呢 這個內心啊 而導師經常會在網絡共修啊 還有課程當中都會說到 怨怨相報何時了 那我們之所以還在輪迴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都還學不會 了解了這一些道理以後 才真正的把自己的過去 內心的影影真正的放下 那也非常感恩導師的教誨 因為後來才理解到其實別人犯錯 其實不是他們的錯 是因為沒有一個人真正的像導師這樣 真正的站出來 為大家寫書做個開課程 推廣這些天地真理 所以我們有機會 對學習超馬的人呢 自己提升過後 那更應該要學習善用更多的 這個善良有緣人啊 而不是覺得自己的這個程度很高 別人的程度很差 自己比他們更高尚等等 那我們的父母啊 就是之所以會對這個你有問題 或者是不好等等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有這一段經歷 就是你的父母之所以對你有問題 或對你不好等等 也是因為他跟他的父母之間有關係 那麼到底是誰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想解決這個問題的那個鑰匙 絕對不在於你的父母 也不在於你的小孩 因為這個人生是你自己的 所以解決這一系列所有的問題的鑰匙 在於你自己 在於我們每個人自己 如果你能夠從此時此刻 自身開始發生轉變 做出一個改變的話 停止這個惡性循環的話 而因為抄馬而開始轉變 為一個良性的循環 我相信你的整個的家族的命運 不會因此而做出這個巨大的改變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我今天的這個短短的分享 就到這裡為止 那希望呢下一次呢 還有更多更多的這一些收穫 然後還有心得 能夠與各位再次的做出分享的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交回給主持人 謝謝感恩 感恩 跟Lawrence的分享 我覺得好棒